我国失业率连续9个月 维持在3.3%之后 如今有所下降 统计局的数据显示 我国今年8月份的失业率为3.2% 下降了0.1个百分点 统计局首席统计员 纳杜斯里·穆罕默·乌兹尔 今天发文告指出 在经济增长的带动下 我国8月份的劳动市场持续扩张 就业人数持续增加 失业人数和失业率 则是持续下降 8月份的劳动人数 按月上升0.1% 达到1722万人 8月份的就业人数 则是按月上升0.2% 达到1666万人 至于8月份的失业人数 按月减少了0.9% 共558500人 穆罕默·乌兹尔表示 在旅游活动增加 出口扩张等等因素的推动下 我国劳动力市场 预计将全年保持稳定 上升至达到176万人数 然后再加上了1动作 以兜到195万人数 本来是结 posting 成为3公路的眼前